澎湖天后宫前出现了一群古人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是县政府还有观光商圈合作推出的定幕剧 由当地素人扮演穿上了古装 表演天后宫和中央街400年的历史 希望借此来促进观光 而素人演员们说他们练了三天的时间 不少人都是第一次演出感觉非常特别 澎湖天后宫前一群人穿着明清时期的古装表演 他们不是专业演员 全是当地的素人另类演出手法 让游客看得目不转睛 觉得很快乐啦 事先要背台词 我们从来都没有演过 彩排大概三次左右很难得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快乐跟观众 跟我们游客来分享 亲友们全部出动 这些素人演员苦练三天 难得有这样的演出机会 大家都相当开心 这是县政府和观光商圈合作推出的定幕剧 呈现天后宫和中央街400年的历史 希望带给游客不同感受 让大家在这里停留久一点 老街这边 这边路程很短 所以说观光客经过这里以后就离开了 没有办法在这边有长时间的停留 因此对店家来讲有一些少许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今天演这个定幕剧 就是希望能够游客在这边停留时间久一点 红河过去少有定幕剧演出 这一次还全部由当地素人表演 无论专业与否大胆尝试不同观光行销手法 就是希望能抓住游客目光 结束文章朋友报道